周一,落线新增确诊病例在创纪录 根据卫生部数据,落线周一一天的新增确诊人数就达到了2571人 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病例增加最多的一天 事实上,近一周以来,落线已有三次单日新增病例超过2000 而且近七天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比率已经从之前的5.8%上升到8.4% 也就是说,越来越多的人被检测出感染病毒 而至于疫情恶化的原因,当局表示还不能确定是否与近半个月来的大规模抗疫活动有关 但就数据而言,疫情在落线的传播已经出现恶化趋势 根据卫生部门数据分析,当前在落线居民中 每400个人就有一个人携带病毒,并且可以感染他人 卫生官员相信,大规模抗疫活动和复工复产确实加重了疫情恶化的风险 截止周一,落线确诊总数达到近8万6千人 死亡总数为3137人 青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